齐政啊 你真是个好统治啊 好到人家姑娘千里迢迢 都找到这儿来了 迟早员 我没让她来 你什么你啊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迟早员我真没有 你没有什么没有啊 你说 你是不是跟人家姑娘说什么了 让人家孤零零一个人 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 路上那么远 出了危险 你能担得起责任吗 人家家人都把电话 打到部队里来了 我看你这是想犯纪律啊 你是不是对人家姑娘做什么了 没有 迟早员 我真没让她来 这跟我真没关系啊 好了好了 迟早员同志 都是我的错 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跟程刚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发誓 你起开 那都是我的错 您要罚就罚我乔思美一个人 罚我 乔思美 你别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干什么呀 我怎么就添乱了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能让你替我担 乔思美同志 看来你的这个思想觉悟 还是蛮高的嘛 你也知道你自己做错了 你说你一个人 从南京跑到这儿来 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人 有多担心啊 尤其是你那个大哥 他都快急死了 知道他们担心我 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远 我来这里是为了爱情 为了爱情 我哪儿我都不觉得远 为了什么也不可以 我们这儿是部队 不是民政局 不负责办理结婚登记 就算是可以登记 你跟七成刚啊也结不了婚 为什么 我户口本还有单位开的结婚证 给我全带了 姑娘 有一条政策叫晚婚晚育 你可知道啊 七成刚 他是现役军人 必须要遵守晚婚晚育的政策 我说你到底是不是他对象了 他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啊 忘了 忘了还有两年 两天后要不要和你结婚呢 你害羞什么呀 你怕我不等你啊 干什么呢 在我面前打气骂敲的 不是你们哪真是 当然了 我们是人民军队 谈恋爱啊不是不可以 但是 这一切都要以训练任务为重 乔思梅同志 本来你来 我应该让他陪你一两天 但是七成刚同志呢 是我连骨干 明天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去执行 所以 你们两个人只有半天见面的时间 不用指导员 我现在又送他走 陈刚我刚来 不是你们两个人 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呢 这样吧 乔思梅同志啊 大老远的跑过来也不容易 这天色也晚了 今天啊 就住在这儿吧 待会儿呢 一起去食堂 吃个便饭 我让人把军署探亲的宿舍 打扫干净 不用指导员同志 不用那么麻烦 我跟陈刚一起晚上凑个凑个就行了 乔思梅同志啊 你能来呢 我们是欢迎的 但是我们这儿是军队啊 这军队 是有军队的纪律的 七成刚同志住的是集体宿舍 再说了 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行了行了行了 别给我解释了 没什么事的话 你们两个人先出去吧 七成刚 是 召五号四美同志啊 吃完饭之后 把四美同志安全地送到探亲宿舍 不过 你 只能待五分钟的时间啊 是 去吧 谢谢志导员同志 谢谢志导员同志 你 谢谢你 我